張宣睿 打兩顆蛋 這麼高 雞蛋 打兩顆 挑戰無點露營 欠場唯一的男廷張宣睿 甘願貝林心如使喚 畢竟這是難得的機會 可以和楊錦華 郭雪芙等前輩們 一起露營 謝邱軒還大展廚藝做料理 然後蓋子再蓋上 再讓它中小火再滾 好吃耶 這個麵爛了 可是好吃 每個人真的餓壞了 麵條一口接著一口吃 品嘗著謝聰軒親手做的料理 大蒜真的不手軟 不手軟 還好我們等一下不用拍戲 一對去這樣 原本還在聊吃大蒜拍戲的趣事 結果林心如突然開始玩起了 廣告台詞猜迷遊戲 不是 有廣告 你有口臭 一講話就說你有口臭 吃巧克 口香嗎 吃果香嗎 說什麼 大家好 是餵食道逆流 不是餵食道逆流吧 餵食道逆流是 米汁咖啡配甜 喝咖啡配甜食 餵食道逆流 為什麼你會被廣告直接 我是電視兒童 能夠把廣告台詞倒背如流 原來林心如超愛看電視 深知也很愛玩遊戲 和楊錦華玩台語版匕首畫腳 激起了她的勝負欲 嗆聲能不能得金鐘就靠這次 實境綜藝節目 營造的輕鬆氛圍 讓林心如拋開包袱 操作自己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